搭飛機前自助行李托運好方便 不過現在民進黨立委卻踢爆 桃園機場第一航下的自助行李托運設備 根本不是德標廠商新頂 宣稱的在臺灣自行製造 零組件都是廣州北方機店生產 更可怕的是公司來頭並不單純 而且他目前是中國解放軍的重要武器供應商 桃園行李托運設備竟然使用 中國軍火商設備引發輿論嘩然 尤其裡頭的軟體設備 負責發送指令控制整套設備運行 也都是由中國製造商提供 民眾各自隱私潛在疑慮 系統的一個大腦 這個軟體如果是由中國的廠商提供 桃園機場坦承確實有疏漏 畢竟過去德標案都要求 零組件不得來自中國 桃園機場做出承諾 不讓業者遊走灰色地帶 要嚴守我國第一道國門 華視新聞另外與王世凱台報道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明星期待會 Ramses 不見守衛 明星期待會 關注 課